皓然享受按摩了 吴戴乌却一语惊喜梦中人 那我现在呢 就取大概一块钱的量 然后呢我们用手温热一下 你看像王宗宗宗宗 在发型皓然的量吗 从厨房一路往后 跟进去感觉 在走客厅 今天晚上十一点 从事大小姐进化论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可是为什么会改善 它是这样就是说 我们在发展维生素的时候 曾经有找到一个维生素 叫维生素P 这个P的英文是 就是它的渗透性会变得很好 就让血管的渗透性很好 维血管的渗透性 维持维血管的弹性 但后来我们发现 它不太像维生素 就后来把它变成了 植化素那一类去了 那植化素里面 它又特别是一类的 叫类黄酮类的 对 生物类黄酮类的 所以那一类的里面的 这个营养成分里面有一个 特殊的成分可以使得 这个维血管的弹性能够维持 然后血管的通透性能够增加 能够运送养分给 所有的墨汁循环 所以因此呢可以改善 这个静脉取胀的问题 想到荞麦命怎么好 所以这个 吃选对食材 然后了解它这很重要 所以这个我们下个阶段考虑 就是你这个食材 怎么样通常 怎么样挑选 挑选 好不好 糙米是养生食材 煮糙米前 怎么处理可以吸收到 较多的营养 我们请可蘭示范做白 好 做白 怎样处理可以吸收到较多的营养 首先先准备一盆温水 那叫我们的糙米浸泡在里面 为什么要泡温水呢 因为那个糙米的外皮啊 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 所以你要把它泡软 所以用温水把它泡软 就可以让我们身体 比较好吸收了 好 做法B呢 重点是我们的糙米啊 它的外皮是非常的营养的 所以我们要用流水去冲洗它 就是不要太大力 要对它温柔一点 越温柔越好 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它的营养 然后而且这样 还可以让我们身体好吸收哦 5 4 3 2 1 答案是 答案是用温水来浸泡哦 为什么是这样 潘老师 这个糙米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浸泡了 大概没有人用活水洗完就去煮 那大概一般煮不烂 不过从煮不烂的地方来讲呢 并不跟营养成分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哦 但其实事实上煮不烂 你咀嚼不好咬不下去 它也没办法吸收啦 不过另外就是糙米的外壳 有一个特别的酸叫直酸 这直酸呢 它也会影响它的营养的吸收 所以如果你在泡水的时候 它因为是水溶性的 所以它很容易被泡掉 泡掉之后呢 所以它在煮的时候 直酸就不存在在这个糙米表面 是 所以就很容易就 其他就容易吸上来 对 好 第二题 想要煮出口感松软的糙米饭 煮前可以如何处理糙米 好 怎么样煮才会让糙米 吃起来QQ的呢 当然就是在煮之前啊 在洗的时候 加一点醋去洗它 因为醋啊 它可以把我们的糙米的表面啊 就是破坏掉 它可以吸收到更多的水分 所以这样煮起来 它才会松松软软的很好吃 做法B呢 重点就是 对于糙米不用太温柔的对待它 用力的去搓洗它 因为这样搓洗它的过程中呢 等一下我们泡的时候 它的那个啊 糙米的米芯 才会吸收到完全的水分 水比较容易进到米芯去 所以用力的去搓洗它 您觉得A或B哪个比较有道理呢 请举牌 5 4 3 2 1 答案是 答案是 答案是记得用力的去搓洗它 不用太温柔 我刚刚她好像讲了啊 不能去破坏它的这个组织啊 对啊 不是 是就要去破坏它的组织 对啊 不能用醋 不能用醋去破坏 要尽量在洗米的过程中去搓它 让它外面有点裂痕啊 有点粗糙的表面 它一裂开之后 比较水容易进去 也对啊 它就梅干冰也是 大名江山是去一半 它没有赢到的感觉 再来 煮面 煮凉面时啊 怎么做可以让面条上 多余的淀粉去掉 好 煮凉面的时候 怎么样让我们的多余的淀粉去掉 还可以增加弹性呢 就是我们煮好之后 煮起来 马上用火水 就是让我们就开水分头把火水 去搓洗它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面条 没有弹性之外 还有淀粉可以洗掉哦 这是做法A 请可来示范做法B 好 做法B呢就是 当我们呢 哇 煮好的面的时候 同时旁边 记得备一个冰块的水 那我们放到冰水里面去冰镇 冰镇的时候呢 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面条 弹性更好之外 还可以去除多余的淀粉 像日本人的强拌面 都是这样做的哦 你觉得A有道理还是B有道理呢 请举牌 5 4 3 2 1 答案是 记得用火水来冲洗 火水牌哦 不会耶 怎么会 如果亚洲鱼被喷了 其实我们在煮任何的面条 只要你是煮凉面 包括乌龙面啦 蕎麦面啦 甚至面片 或日本说的瘦面 我们在煮它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这个 热能是油麦往内的 所以相对的 第一个碰到就是 表面上的淀粉会先受热 那淀粉它 受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一定会怎么样 开始软烂 那软烂到你要一直煮 所以说我们在煮面的时候 我们还要加水进去点水 点水的原因就是 让外面的淀粉 不要一下子烂掉 哦 可以把温度降下来 那一旦进到里面的热能的时候 它会再继续往里面跑 等到你煮熟的时候 刚好外面 里面熟了 外面也不至于太软烂 但是你再怎么煮 因为毕竟它是跟热水是接触的 所以它外面一定有一些糊糊的口感 对 所以你只把它拿起来之后 你可以像什么 刚可能还算轻松的揉 你可以像洗衣服可以这样搓 把外面的淀粉全部把它搓掉 它的口感就会变得很Q弹 好 来 金可燃宣布这两个结算结分多少 好 这两个结算结分呢 秀琴姐是5分 建民哥是4分 若雅是7分 所以建民哥又要吃我们的 鱼露涼面 那又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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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健康 一口吗 一口就好了 一口就好了 是减口 大口一点的东西 我怕我们等一下会吃那个 鱼露涼你吃不到啊 他就吃不到了 他刚刚上一口是辣的 他辣很久 好啦 出发也出发过了 该是我们健康上菜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酸鱼蕎麦面 你吃到吗 我们今天的这个 酸鱼蕎麦面呢 其实在内地很多成分都有 那比较有名是贵州比较有名 但是它片子辣一点 那我们稍微做一些调整 而且我们今天用的是黄鱼 那这个是已经熬好的糖 因为我们在节目示范很多次 就是把黄鱼骨跟姜下去炒 炒完之后把水放进去很快 所以你可以聞一下 它的浓和度是很好 香气是很够的 清淡 淡淡的香 鱼汤吗 对 这很棒 那我们今天的酸度来源呢 我们不是放醋 我们是用酸菜 烹煮这个 最主要一个事情就是 我们今天的食材有一套 一般很多酸菜是没有 我们一定要炒酸菜 炒酸菜 对 因为你酸菜没有炒的话 它的那个 你炒过之后 事实上它的酸度会降 比较温和一点 它比较温和一点 而且会吃起来的时候 酸度会比较让舒服的同时 你快点多放 好 我们现在先把 部分酸菜先放进来 只要干炒就好了 干炒就可以 我是用香油下来炒 先把它炒一炒 因为任何的带酸的东西 只要受热的时候 酸度都会降降 对 放一块水进来 把它切成水 不能吃 连纹都不行 这个时候呢 让它在炒的时候 我们把 乔麦面可以放 乔麦面可以放 因为乔麦煮时间 拉起较久一点 对 加点盐 把盐巴放进来 让它先入味 好 这个是面条 我们这就煮个两球好了 好不好 耶 好 现在把它炒出来之后呢 再来就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刚刚煉的鱼汤 倒进去 哦 有耶 因为其实酸鱼汤呢 多少会有一点辣辣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辣的这个 来源呢 我们不用 不放辣椒 哦 不放辣椒 不用胡椒 白胡椒 白胡椒 这好吃 鱼跟白胡椒超搭的 这样就对了 我们把鱼肉放进去 我这药麦面很好吃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 美丽的药麦粉 都在上面 哇 真的 它的纖纹 好清楚 好 你现在就确定 它鱼有没有熟 要起锅之前 我们再把鱼肉放进去 好 鱼肉熟了 把它倒过来 哇 那个药麦面不用进去啊 不用不用不用 就这样就好了 我刚刚有用盐巴煮 今天杰鸣哥你可以走了 没有你的 是的 这汤好浓稠啊 一个人在家里面 不知不觉一碗 对 这我一个人可以吃掉 这个我一个人可以吃两碗 鱼肉刚好熟 撒一点烟水 这个香菜 哇 要不要这么大气啊 现在青菜很贵啊 因为青菜贵 再撒一点胡椒 胡椒这个时候再撒一点 香气会上 香气会上 好 吃我们今天的酸鱼肉 吃我们吃饭 好可爱 来来 吃一下这个酸鱼面 哇 好了 好了 好可以再不中肯 啊 对不起 不要怕 我好烫啊 光闻得好香喔 我可以 不要闻 我真的可以让你闻一下 好吃 完全都不会觉得 好开胃的味道 完全都不会 鲜甜 好开胃的味道 又鲜 那酸菜好吃 好鲜 它不属于是让你觉得很刺激的味道 因为我其实觉得 黄鱼是一个很不错的 潘老师讲到重点了啦 这碗面酸菜好吃 它就成功了 酸菜好吃 整个成功了 酸菜好吃 因为你黄鱼的肉质这么好 很多人会用大量或是 很重的味道去 钙过去的鲜味道的东西 而且我们只用鱼骨把这个汤烤出来 这汤好棒喔 所以说减肥其实 有很多方法 这可以吃超饱的 这么多的淀粉你可以选择 那我个人一直使用 觉得蕎麦麵它很不错 那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今天用的酸菜 用的水 纖維值一个很高 对不对 那鱼汤我们在熬它也是 油脂蛋白的 减肥真的可以吃到好料耶 对 我们也没有放过多的油脂 最多冲洗淡 就是一开始我们在熬鱼汤的时候 第一点点的香油下去炒的 那所有的味道都是天然的 对 都是从食材来的 对 对 我没有放味精的 对 一点点盐而已 像这种优质的淀粉 以及这种比较天然的通膠方式 其实我们真的很便宜 大家可以吃 减肥也可以吃淀粉 当然 对不对 只要选到对的淀粉 然后对的通膠方式 每个人都可以顺顺力 把它瘦一下 快快乐乐你减肥 健康瘦 好不好 回去试试看三位 好 谢谢三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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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食权健康 让我们教你一次会吃出好健康 拜拜 再见 拜拜 有问题 这些废物或者是垃圾或者代谢物 没有清除掉 在身体里面就叫做 如果你的身材变胖 然后呢变肥变脂肪肝 这种也可以讲成是毒 广义的你也要排卷 我觉得这段话你看着我 下周一下五六点 晚上十点 超水师在永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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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